下面我们开始来学习第49课 就是Lesson 49 The Ideal Servant 理想的仆人 咱们先打开道书225页 咱们还是按照惯例先读一下这课书生词和端语 Read after me Rambling Rambling Sentimentally Sentimentally Lavishly Lavishly Immaculate Immaculate Parquet Parquet Gleam Gleam Preside Preside Invisi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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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crub Scrub Enlightened Enlightened Fickleness Fickleness Unrelenting Unrelenting Disillu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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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dustrian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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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Qualif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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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irth Mirth Sta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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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ell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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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这是我们这颗书的生词端语部分 咱们按照惯例把其中一些比较重点词咱们先看一看 那 第一个比较重要的词汇咱们来看一个比较长的形容词叫不规则的布局凌乱的我们大声读一遍Rambling Rambling Rambling 这个什么叫不规则布局凌乱呢这个咱们得看看英文解释因为它比较复杂比较抽象咱们看啊它表示Especially buildings, streets, towns, etc.尤其呢是指向什么建筑物啊大街啊城镇啊等等 Extending in various directions irregularly 向各个不同的方向不规则的延伸的就是有指建筑物街道或城镇它并不是这东西南北很整齐的整整齐齐有规划的它是不规则向各个方面来延伸布局凌乱的你看在本文中呢就是咱们224第四行呢She had a huge rambling country house called the gables 就是指我的这姑妈有一个非常巨大的布局凌乱的一个乡间的农舍的大房子叫山墙庄园呢 但这个rambling呢这个房子按说如果要是当初就建成的应该呢是四四方方的建棱建脚的 但是很多房子呢是后来不停的加建这房子历史可能有好几百年了后来在这呢加建一间后面又加建一间过了几年之后家里人口多了又旁边又加建一间 所以整个呢四面八方到这里出外进这不好理解咱看一图片 我们看这个房子就属于那种rambling house对不对 它并不是四四方方的它是不规则你看这出来一点这出了一个这有拐弯这多处一间 这一烟囱这一烟囱等等这就是rambling 为什么用rambling这有一个形容词呢 其实啊它来自于它的动词和名词就是漫步闲逛 就是信马游江的闲逛溜达溜达出去溜弯这个意思 那我们大声读一遍ramble 好我们先看动词啊 你比如说I like rambling in the country 我喜欢在乡下闲逛 在田间地头背着手转转 挺好玩 那漫步闲逛 当然再看名词结构 I quite like the idea of going for a ramble on weekend 这主意不错 我挺喜欢的 在一个周末呢咱们出去漫步闲逛 如果出去散步就go for a walk 但这个walk呢 一般往往有固定的路线 比如绕着这公园走一圈 但这个go for a ramble 是信马游江的闲逛 走到哪算哪 如果一个房子或一个城市的规划 是rambling像乱转又一样 那这出了一块里出外进的 那不是布局凌乱的吗 这就来自于闲逛 当然别忘记 它还有一个同根的名词叫漫步者 我们大声再读一遍 rambler 这次为什么讲呢 见过 看大家是不是还有印象 42课 196月第八行 这个exploring really deep cave is not a task for the Sunday afternoon rambler 大家记得吧 探索那些真的特别深的洞穴呀 那可不是星期天下午出去闲逛的人 他们能胜任的事情 就漫步闲逛的人 这几个同根词呢 跟老师同时记住 下面一个比较重要的词 咱们看这个副词叫情感上 感情方面 而不是理智方面 我们大声来读一遍 sentimentally 再来一遍 sentimentally 当然这个副词呢 不如它的形容词常见 形容词就是去掉一个ny之后 我们大声读一遍 sentimental 这形容词很简单 它表示relating to emotions instead of reason 它是与人的感情相关的 而不是与人的推理理性理智相关的 就是情感方面的 非理智的 咱们看一些简单搭配 你比如说 for sentimental reasons 因为情感方面的一些原因 对吧 感情上的原因 你比如说 he wasn't the sort of person who kept things for sentimental reasons 他不是那种人 什么人呢 出于感情方面的原因 而保留着东西总不扔 它呢 是属于断舌离分子 对吧 一看没用了 理智一认为 未来用不着 叭唧就扔了 这出于感情方面的原因 还有呢 我们常见搭配 sentimental value 就是感情方面的价值 就是这个东西呢 我对它有依恋 难舍难分 可能卖卖不了几个钱 但有感情价值 你比如说 the rings that were stolen were of great sentimental value 在这不又出现 必动词叫奥夫加名词 这不是那个书面语 当表语吗 对吧 这些戒指 被偷的戒指 怎么样呢 有非常高的 情感方面的价值 戒指本身呢 可能不是太值钱 可能四个大同戒指 是吧 这出去卖呢 两块五一个也就 但是呢 这由于是当年的定情之物 那咱不知道为什么买铜的 那所以感情方面很有价值 当然还有一个搭配 这跟本文中就越来越接近了 叫have a sentimental attachment to attachment 就是依恋连结 就是对某人某物 有感情上的依恋 难说难分的 你就说 he had a sentimental attachment to his birthplace 他对他的出生地 有一种情感方面的依恋 感情上难以割说 那么他下面的副词形式呢 那就好记了 我们大声再读一遍 sentimentally 就是情感上感情方面 本文中就又在这个固定搭配 就把刚才那个形容词的结构 把它换一下 把形容词改副词 名词改动词了 叫be sentimentally attached to 还是一样 表示跟某个东西 有感情方面的依恋 这个本来be attached to 不是跟某个东西连在一块吗 感情上连在一块就依恋呗 你别说 the couple are sentimentally attached to each other 这两口子 在感情上彼此依恋 就如焦似漆 相濡以沫 这个两个人难舍难分 那本文中呢 也是用在这个搭配 咱们观察一下 224的第五行 she was sentimentally attached to this house 就说我姑妈呢 在感情上特别依恋 这栋房子 就刚才说呢 the gables 山墙庄园 因为尽管呢 对他的需要来 说这房子实在太大了 但是呢 他还坚持在他老公去世之后 一直都住在那 老公去世已经很久了 他还坚持住在那 感情上难舍难分 这几个相关的状态搭配 跟老师就看得出 下面我们再看一个多义词 这个动词两个含义都重要 我们大声先读一遍 precide 再来一遍 precide 这个出现我们讲过的字根了 大家可能还记得 sid这个字根 本身表示做的意思 pre呢 是表示提前 提前人家先做 人家有特权呢 所以呢 他有两个意思 第一个呢 是主持 主持会议啊 主持仪式等等 第二个是管理 掌管着谁 只不过这两含义 后面借词搭配不同 咱分别看一看 如果主持某个会议 或主持某个节目等等 用precide 后面加at 你比如说 they ask if I would preside at the committee meeting 他们问问 我是不是能主持一下 这个委员会的会议 这后面加at 如果要是掌管 领导着 管理着一队人 那我们后面 preside 后面加over 这是固定搭配 这得背下来 你像 the city council is presided over by the mayor mayor是市长 the city council 就市政委员会 就市委 是由那市长 来领导 来掌管的 本文中也是 我姑妈 就是哈利特姑妈 他掌管了一个看不见的用人大军 不停的洗 擦 清洁 抛光 等等 就是平时干家务 客人一来都回用人房里去了 但我们知道 有这一大队用人 所以他看不见的用人大军 preside 注意 后面加over 好 这个咱们复习一下那些同根词 sid或者scd 看到这个批写 咱们知道他跟做有关系 我们看这个preside 是提前他先做 人家是领导 管理你们 领导得先做 您才能做 对不对 当然president 先做的那人 不是总统或者主席吗 当然presidency 是表示总统或者主席的职务 叫presidency 我们分别大声读一遍 presidency 注意这几个 评写类似 preside president presidency 再看一组 我们知道re意思特别多 我们讲过 这个re在这里表示back 回去 回去能坐那歇会儿 这就住在某个地方 后面这是居民 这是住宅 对 这前面是居住 动词 我们分别读一下 reside 再读一下居民 resident 再读一下住宅住所 residence 好 我们再看一组 这个呢 C-O-N-S-I-D-E-R consider 大家可能都认识 这叫考虑的意思 什么叫考虑啊 C-O-N 或者C-O 或者C-O-M 都可以表示together 在一起 这就明白了 大家坐在一起 考虑 商量 行不行啊 您说呢 我说等等吧 您看怎么样 大家坐在一块 不在考虑吗 对吧 然后呢 considerate 叫做提量别人的 能够为他人着想的 他的考虑的名词 就是consideration 咱们分别大声读一下 consider considerate consideration 这个好记 对吧 再来一组 这是S-E-D 表示坐 对吧 我们先读一下前面的形容词 sedate 再来一遍 sedate 这个形容词叫安静的 镇静的 或者是庄重的 为什么这个人 稳稳当当坐在那 跟 这个 跟一尊佛一样 安静 镇静 庄严的坐那 安静的 镇静的 庄重的 有这个意思 后面这俩呢 都是名词 咱们也在前面都见过 看大家是不是还有印象 先读一下这名词 sedate 这个叫镇静剂 吃完以后 劳劳实实坐那 不再造狂了 对吧 下面这个叫沉淀物 液体底下的沉淀物 往下坐 往下坐 最后坐到最底下了 对吧 我们再读一下 sediment 咱们再看一组 这个前面这个词呢 表示勤奋的 这个词也是勤奋的 但这两个勤奋呢 多是指 埋头工作 在暗头工作 天天坐在 桌的前面研究 学习啊 这俩同一词 大声对变 sedulous 最后这个呢 表示坐在里边呢 这不是暗中危害的吗 潜藏在里边 坐怪的 我们再读一遍 insidious 来我们再看这个 跟SUB这个字头相关的 我们先读一下这动词 subside 这个SUB表示向下 在下面 坐下来了 表示平息下来 平静下来 对吧 强度减弱 它往下坐下来了吗 这个subsidy 表示津贴或者补助 发的这么一笔钱 它坐在下面的 当然不如主角重要 主角是公司啊 这是津贴补助啊 它是次要的 我们大声再读一遍 subsidy 坐在下面 还有这个形容词 我们大声再读一下 subsidiary 再来遍 subsidiary 当然这形容词 咱们见过还记得吗 附属的或者次要的 它坐在下面的 当然跟坐在上面 主席台的就没法比了 附属的附带的次要的 好多词都有处处 比如说咱们47个刚见过 216月15号开始 然而有一种 更加隐蔽有害的污染 大家还记得吧 in cities 坐在里边吗 还有我们未来第50个 新年的决心会碰到的 一个通宵的 新年前夜的聚会 给我提供了很好的借口 我没有履行 任何一个新年的决心 但是在转过天来 我非常勤奋的 认认真真地 开始了这个任务 apply oneself to 是认真去做 seriously 是勤勤奋 这个很勤奋的 勤勤恳恳的 在做 还有我们以前听过那歌的片段 大家还记得吧 这歌咱们也复习了 我想拥抱你一直到死去为止 直到我们两个人都抑制不住感情 而痛哭失声 我想拥抱你 直到我内心的恐惧怎么样 平息下来 好 这个词跟老师就看到这儿 下面我们再看一个书面语 就是使某人的幻想破灭 原来以为这多美好的事物啊 仔细一看 哎呦 满布这么回事 大师所望 使幻灭 使大师所望 我们大声再读一遍 disillusion 这个词要好记 因为咱们前面以前讲过 illusion 做名词是什么意思 哎 表示错觉 的 dis 这个字头可以表示消散开 让原来的那个错觉 像四面八方 叫雾一样散去了 不是幻想破灭了吗 没了 肥皂花没了 我们看一看他的英文解释 他讲是 to make someone realize that something which they thought was true or good is not really true or good 使某人明白了 原来他们认为是真实的 是真理 或者是好的 其实是错的 或者是坏的 是不好的 就认清真相之后 幻想破灭了 你比如说 I hate this illusion you but not everyone is as honest as you Hey 取就是不愿意 我不想让你失望 就让你幻想破灭 但是可不是每一个人 都像你一样诚实哦 人是会撒谎的哦 你要对人性了解的话 可能会幻想破灭哦 就这个意思 当然not everyone 这是部分否定 当然这是令某人幻想破灭 如果某人对某个事物大失所望 那当然用被动呗 这大配合叫be disillusioned with 或者加be disillusioned by 对某个事情大失所望 你比如说 voters are disillusioned with 或者是by the democratic process democratic咱们讲过民主的 process是进程 选民们对民主的进程大失所望 就当时投你票是说的好好的 怎么不对线呢 对某是大失所望 对某是幻想破灭 大失所望还可以用be disillusioned 我们叫with 也是一个优雅的书面语 我们也看一个例子 after three divorces he became disillusioned with married life married就婚姻的 在三次divorce 怎么叫离婚呢 离了三次婚之后 他对婚姻生活已经开始幻灭了 就不抱任何希望大失所望 当然失望如果这几个都不会 咱们至少应该会一个be disappointed 后面加with加by加at都行 这个后面借此大费更灵活一些 当然感到失望 除了用disappointed 在口语中呢 我们经常可以用feel let down 感到失望 这个let down 其实是过去分词短语当形词来用 因为它来自let somebody down 令某人失望 这个意思 就像那disappoint somebody 但这个更口语换学 我们一看到这个let somebody down 咱们呢就有一个比较暴露年龄的老歌了 就是披头士的一首歌 就Hey Jude Hey Jude Don't let me down 有这么一个 我们听他原唱吧 Hey Jude Don't let me down You have found her Now go and get her Remember To let her into your heart And you can start To make it fair 这个Jude是人名字 Hey Jude Don't let me down 不要让我失望啊 你已经找到了你心爱的女孩子 就勇敢的去追求她呀 要记得哦 一定要让这个女孩子进入你的内心之中 这段感情就会变得更好了 这个Don't let me down 不要让我失望 对不对 好 这个失望相关的这些精彩表达 跟老师就看到这 我们最后再看看一个重要词汇 也是两个意思 这两个意思都无比重要 都特别关键和常见 写作都用的特别多 我们先大声读一遍 Qualification 再来一遍 Qualification 它可以表示某人的资格 做某事的能力 还有另外一个意思更具体 就是文凭资质证书 我们先看第一个意思 Qualification第一个意思是 an ability or quality that you need in order to do a particular job or position 就是一种能力或者这个素质 你需要它来做某项工作 或者从事某个岗位 就某个工作需要的资质 能力资格 常见搭配是Qualification 后面加一个For这个词 这个词一般多是当可数名词来用 你比如说 Previous teaching experience is a necessary qualification for this job 以前要有教学经验 是这份工作的一个必须的资质 或者必须的这么一个能力 Qualification 当然也经常后面加 to do something 就做某事的这个能力 你比如说 There have been questions about his qualifications to lead the company 关于他领导这个公司的能力 我们现在上存疑 上有疑问 他是不是真有这个能力 做某事的这个能力 就Qualifications 后面叫to do something 这是第一个意思 叫资质能力 第二个意思 就是资格证书 或者某人毕业之后拿到的文凭 咱们看英文解释 an official record 一个官方正式的记录 Showing that you have finished a training course or have the necessary skills etc 就一个官方的这么一个证书 一个记录 表明呢 你已经结束了一个培训的课程 或者是已经具备了相关的技能 有个结业证书 有这么一个文凭 表示你毕业了 你比如说 Academic qualifications 学术文凭证书 比如某个大学的毕业证 Vocational qualifications 叫职业资格证书 比如会计生日 会计师证书 这会计课已经都通过考试了 拿到这证书了 有这资质证书了 当然这是重要搭配 我们再看一个例子 You never get a good job If you don't have any qualifications 你要是没有任何文凭的话 恐怕永远不会找到一个好工作的 好 这是我们看到这个 qualification两个重要意思 其实它的重要的同根的动词 也特别常见 而且搭配比较灵活 这个不光是在三册 在未来四册都是重点 我们大声读一遍 qualify 这表示有资格或能力 或者使某人有资格或能力 他集物不集物都行 我们先看一个不集物的例子 qualify 我们直接叫s 表示获得了某种资质 就是获得了某个资格 你比如说 he qualified as a doctor last year 他去年获得了医生的资质 就正式毕业 可以职业当医生了 那当然后面也可以当集物动词来用 qualify somebody to do something 使某人有资格去做某事的 比如说 the test qualifies you to drive heavy vehicles 这项测试 使你有资格能够驾驶重型车辆 大卡车 还有一个搭配很常见 就qualify somebody for something 也是使某人有资格来从事 什么某个行业 某个职务等等 比如说 this training course will qualify you for a better job 这一培训课程 将使你有资格去从事更好的工作 好 这是我们重要的第49课 生词和短语部分 跟李老师先看到这 好 下面咱们来看一看49课的课文部分 首先咱们先来看第一段 第一段先说 It is a good thing my aunt Harriet died years ago 他说呀 这个幸运的是 我的姑妈哈里特 多年前呢 就死了 这个文章的开头啊 一定要抓人 你第一个上来第一句话就写的 这个老太婆裹脚步又臭又长 这读者就没心思看了 上来第一句话呢 就短小经历 而且引人兴趣 他说幸亏我姑妈多年前死了 这死人一般都是倒霉的事 怎么还说幸亏呢 当然您这句话要看懂 您这句型得先知道 就是It is a good thing that 当然严格来说 前面这个It是形式主语 后面这个That从句呢 主语从句 这个翻译成幸亏或者幸运的事 这说明这是一件好事 当然如果要是比较口语化呢 咱们一般用It's这个缩写形式 我们再看一个例子 比如说 It is a good thing that we brought an umbrella 我们幸亏随身带了一把伞 你看要不然呢 这下大雨就淋着了 幸亏 当然这个Years ago是翻译成多年前就死了 那么第二句呢 它的解释 它并不是大逆不道 它为什么这么说呢 咱们看第二句话 这句子比较复杂 咱们看这个屏幕 前面这第一行的黄颜色的呢 当然是If引导的条件状意从句 If she were alive today 为什么she just were呢 咱们老学院立刻就吃了 这是虚拟语气 对吧 与现在事实相反的虚拟 如果他今天还活着的话 那不可能 今天再活诈尸了就 这个war在这 这是If从句 对吧 用一般过去是B动词 统统用war 主句中呢 主句中可以用war的 should could might 加动词原型 标准虚拟 他如果今天还活着怎么样呢 他就不能够啊 这个对于他最喜欢的 这聊天的话题发表看法了 什么话题呢 那就是domestic servants 就是家仆 家里的用人 现在呢 在欧美呢 这个人的地位都提高了 一般家里呢 不会用住在家里这些用人了 当然首先呢 咱们先复习一下 这个If从句的虚拟 有的同学记住 记得很清楚 有的同学可能忘了 咱们看一看 If从句 这个大线S一点呢 还是表示主语 那是与现在事实相反的虚拟 If从句用一般过去时 必动词通通用word 主句中的卫语呢 我们说了用 what should could might 都行 后面加动词原型形式 本文中就是假设 如果她今天还活着 这个word也是虚拟的主句嘛 对吧 would not be able to air her views on 这个当然来自于这个air air当动词来用 在这是公开表达自己的观点 这air不是本来是做名词 可以表示空气的意思吗 我大声说出来 在空中传播 众人都听见了 他很好记 第二个意思就是 to express your opinions publicly 就公开的表达你自己的观点 那本文中呢 后面这家once views 属于它的固定搭配之一 但我们除了这个air one's views 也可以用air one's opinions 意思差不多 都是某人的观点看法 air one's grievances 当 grievance是表示委屈 公开的表达一下 自己心中的委屈 那air one's complaints on 当complain是这个抱怨了 公开说一说 心中的不满意的事 那抱怨抱怨 当然如果针对某个话题 对某个事呢 发表看法或发表委屈抱怨 后面家借词on就好了 我们也看一个例子 那你比如说 In an interview The singer aired his views on family life 在一次采访过程中呢 这位歌唱家呢 发表了他对这个家庭生活的一些看法 本文中呢 是air her views on 是发表他个人的这个看法 对于什么事的看法呢 后面注意这边语 这是on her favorite topic conversation 对他最喜欢的聊天话题 家谱这个看法 这里也是用on 我们有air one's views on 这个结构啊 咱们造个句子 咱们先看中文 在会上 每个人呢 都将有机会 对当前的局势 发表看法 在会上呢 当然是公开的发表看法 对吧 这个有机会可以叫 get a chance to do something 当前的局势 就是the current situation 我们来看看 这个句子该怎么说 先说在会上 at the meeting 每个人 everyone将 will get a chance 去干嘛呢 to背一遍 air their views on the current situation 好 你看这里边这个中心的这个骨头架子 撑起来的 就是这个air one's views on 发表对某事的看法 尤其是当众公开 让大伙都听见 这个表达建议大家就记一记 当然本文中呢 这个on home的宾语呢 也值得咱们看一看 就是一个聊天的这么一个话题 就跟别人闲聊 就动不动就聊到 哎 我们家里用人呢 您家里怎么样啊 哪找的好不好 哎 就聊这个 当然这个搭配可以背起来 这搭配叫 a topic of conversation 就是一个交谈的话题 这个conversation 这不是二册第一个就讲过吗 交流沟通 就俩人交谈聊天的话题 或者是a topic of discussion 这是一个讨论的话题 对吧 a topic of debate 这是双方辩论的一个论题 话题等等 这个debate 多表示正式的正方反方这种辩论 当然这个topic 除了用后面的off来修饰之外呢 那也可以在前面人家修饰语 来修饰这个话题 你想a sensitive topic 一个敏感的话题 大家最好别碰 要不然容易起争执 还有呢 controversial topic controversial 这个未来在第四册 32课加利略重生呢 李老师就会讲到这个词了 这表示引人争议的 容易引起争议的这么一个话题 总之这个topic 这都属于它的常见搭配 那本文中是一个话题是什么呢 后面交代了 就是domestic servant 就是家仆 家里的用人 这种家仆呢 一般在历史上 在欧洲啊 英国啊 当时历史上有 这大户人家 这就仆人呢 这个还不是到家里来临时帮忙 是帮忙去住的家里边的 这种叫家仆 这个servant本来就是仆人的意思 domestic 这是形容词多一词可以表示国内的 或者家庭内部的 在这当然是家庭内部的 它有着上下文 那刚才类似的还有咱们以前讲过好多类似的表达 比如说女仆人 女佣人 咱们第36课出现过 maid servant 就是女佣人 女仆人 老妈子 用这个词 还有你像公务员 叫人民公仆嘛 对吧 叫public servant 就是政府的公务员 我们未来还会出现一个短语 顺便一股脑就记住了 叫the civil servant 叫政府的文职人员 因为公务员呢 有文官 有武官 还有那些什么警察呀 也是受雇于政府的 那是武 这个武职 这是文职 政府的文职官员 这几个词多数呢 咱们都见过 你像咱们36课回顾一下 166月第4行开始 读者们很乐于接受这事实 一个不起眼的女仆人 其实是主人公的妈 就是雷宇中的鲁世平 你是平 这maid servant 还有呢 我们这个文职人员 在未来 咱们第53课会碰到 就是240页第6行 这瑞典人呢 是首先呢 能够发现 说是政府官员 你比如像政府的文职人员 警察呀 这就是武官了 对吧 还有呢 卫生检察员 还有收税的呢 他可能会犯错误 这个civil servant 叫政府的文职人员 顺便把它记住 好 再回到本文中 那么他为什么 对着家仆这么感兴趣呢 下面第三句他说了 他说 And Harriet lived in that leisurely age when servants were employed to do housework 他说我这个姑妈呀 当然这个and 咱们注意啊 在美音中呢 这个发音跟蚂蚁是一样的 这个如果英式发音中呢 and是a加前逼 美音呢 前面是梅花音 在家前逼 舌头贴住上个都成and 跟蚂蚁翻一样 这个我姑妈哈里特 当然也背不住是姨妈 因为这个and 他这个欧美啊 不分娘家婆家 咱们姑且翻译成姑妈 他住在 他生活在呢 那个悠闲的那个年代 in that 就那个leisurely 他竟然修饰名词age 那肯定在这是形容词 但注意这个词呢 他也可以当副词来用 就悠闲的或悠闲地 从容的 从容地 那他就表示 done without hurrying 就不着急的 不匆忙的 注意形容词 副词呢 这发音频写一样 副词不能用literally 还是literally 我们看一个例子 你像 a literally bath 从容地泡了个澡 在这里边呢 不着急 慢慢泡着 听着音乐 可能还看着书呢 a literally meal 从容的一顿饭 不着急 慢慢一边聊天 一边吃的 a literally stroll 怎么讲 什么意思 慢悠悠的闲逛 这是从容悠闲的 当然当副词也行 你比如说 couples stroll literally along the beach 一对对的情侣 沿着这个沙滩 怎么样呢 在悠闲的散步呢 当然这个stroll 在这是当动词来用 那个散步 对吧 好 本文中是生活在 那个悠闲的age 表示年代嘛 那那个年代怎么样 when servants 当时仆人 were employed 就被雇佣 来干嘛呢 在家里做家务 to do housework 这做家务 咱们第13课 早就讲 咱复习一下就行了 因为出现好几次了 做家务可以用 do housework 当然这个the 也可以加上 do the housework 但家务活 这个housework 永远不可数 家庭作业 怎么说来着 学生的家庭作业 叫homework 对吧 这是housework 叫家务活 当然说 还有另外一个表达 咱们13课讲过 叫do the household chores household叫家庭的 chore叫灵活 杂活 这个字可数 而且习惯用夫妇 也是家不家定乎的都行 这是做家务 还有常见的家务 咱们讲过固定搭配 比如说洗衣服 怎么说呢 我们用do the laundry 或者是do the washing 这个laundry表示脏衣服 注意在这不可数名词 在前面不要用wash the laundry 错了 do the laundry 或者do the washing do the washing 在这不是洗别的 就是洗衣服 我得记住 还有洗碗 洗碗洗碟子 我们可以用do the dishes 不是做碟子 就是洗碟子 洗碗 在这可以用wash wash the dishes 没有任何问题 换一个固定表达 叫do the washing up 在这就是洗碗 do the washing 是洗衣服 do the washing up 记住 就是洗碗 你不能说我这洗洗洗洗澡 直洗上身 那就臭了 这是我们这个家务常见的表达 好 再回到本文中 然后呢 就介绍下面进一步介绍 我这姑妈 she had a huge rambling country house called the gables 就是我这姑妈 有一个非常巨大的 rambling 我们说就是布局散乱的 这种房子 我们说一开始呢 可能面积不大 后来呢 越来越有钱 慢慢总扩建 这扩建一卧室 那扩建处一厅来 对吧 整个越来越大 就布局散乱的 离出外进的这种 那咱们在讲词汇时说过 被称为叫the gable 本来是房子的山墙 在这布房子翻译成山墙庄园 然后咱们接着看第五句 这个句子又比较复杂 咱们看屏幕 首先这个逗号之前呢 还是句子主干结构 she was sentimentally attached to this house 他呢 在感情上啊 特别依恋这个房子 这个我们在词汇中讲过了 be sentimentally attached to 讲过了 这个逗号for呢 还是补充说明原因 这个句型呢 见过无数遍了 对吧 然后呢 在里边先牵套一个 让步状语从句 就是但下话现在这 even though引导的到这个 多少号结束 因为even though是尽管 尽管it was far too big for her knees 尽管对她的需要来说 这房子实在是太大了 但怎么样呢 she persist in living there 她还是执意要住在那 不行不搬 这房子我住那么多年了 习惯了 再搬家折腾 而且住不惯 persist再加in 咱们以前讲过那些便系里说过 persist in是执意 坚持要求 要住在那 后面再在时间中也叫long after her husband's death 这个long after咱们也讲过 你看越来越多的是复习了 在之后的很久 这个long在这复词来用 这after呢 既是连词又是借词 在这当然是借词 后面跟名词了 就是说老公去世之后很久啊 一个人按说需要的房子更小了 但还执意要住在那 反正人家不差钱 当然首先呢 这里边我们先看那个 be sentimentally attached to 这个我们首先回顾 咱们讲过动词 attach something 确实后面跟这词to 表示把两个东西连在一块 把它系在一块 捆在一块 绑在一块 粘在一块 等等 把两个东西连接起来 这个在43课怎么出现过 咱复习一下 200页的第19行 the sides of the dish were so smooth that it was almost impossible to attach hausers and chains to the rim without damaging it 大家还记得 这个碟子啊 边缘太光滑了 以至于几乎不可能 把缆绳啊 铁链子啊 把它固定到这个边缘上 而不破坏它 不损坏它 这是连上固定上 那派生意呢 我们用被动 be attached to 就可以表示 依恋 在感情上难以分割 难以割舍 它的意思是 to like someone or something very much because you have known them or have them for a long time 我们可以跟人或者跟事情 就是喜欢某人某物 特别特别喜欢 为什么呢 日久生情了 就是你已经认识他们 或者拥有他们很长时间了 咱们也看一个简单例子 你比如说 I've never seen two people so attached to each other 哎呀 我从来没有见过两个人呢 彼此之间是如此依恋的 当然我们在本文中 前面再加一副词限定 当然可以啊 就在感情上难舍难分 我们加一个感情上 sentimentally 对吧 I am sentimentally attached to my old guitar 哎呀 我在感情上啊 特别依恋我这把旧吉他 所以尽管用了很多年了 可能有的地方 七瓶都掉了 不舍得扔 好 再回到本文中 他说他感情上 依恋这栋房子 因为尽管呢 这个房子对他需要来说太大了 这个以前我们曾经见过 这个法尔 可以修饰形容词 副词的比较集 叫什么什么的多 我们在这看到 他可以修饰副词 to叫实在是太怎么样了 加强这个to的语气 当然我们除了这个法尔之外 咱们也可以用much 加强语气 much to far to 实在是太怎么怎么样了 他比单独使用to语气 加强一些 你比如说 Alice is far too young to get married 就是爱丽丝这个女孩呢 哎呀 她要结婚 现在实在年纪太小了 对吧 哎 这是实在太怎么样 我们还可以减弱语气 有点太怎么怎么样了 那怎么说呢 看过的再写 听过再说 那咱们可以用slightly 轻微的这讲过吧 或者用a little 简单 a bit 或者用a little bit 俩组合一块 在这to就有那么一点太怎么样了 你比如说 I think you're a bit too young to watch this 我觉得你呀 现在看这个 你有点太小了 哎 这是我们跟to加强和简弱语气 本文中是实在太大了 那么一老太太 你住一间屋就够 好家 这大大庄园 可能得住四五十间 房子 太大了 但是呢 他执意坚持要住在那 在他老公死了以后就不走 当然这个执意坚持要做什么 是叫persist 后面加借词in 咱们以前讲过详细的这个辨细 在这儿是坚持或者执意 它有的时候呢 有一些这个褒语词的味道 但有的时候要执意呢 也有带一点这固执 贬义词的味道都有可能 所以这个persistin 本身有点中性的味道 好快都行 咱们看历史 你比如说 why do you persist in blaming yourself for what happened 你为什么执意要被发生的事情 总责备你自己呢 总这个自责呢 你这何苦来呢 对不对 人要学会原谅他人 更要会原谅自己 别跟自己过不去 这叫执意 就是一门心思 别人劝都不听 当然我们坚持也行 你比如说 she persisted in her search for the truth 尽管很多人劝 但他坚持 一定要找到事实真相 他中途不放弃 所以可以表示坚持 也可以有点贬义 叫执意都行 那本文中呢 本文中其实没有太浓烈的感情色 就是老太太不走 有人说 那你住个小房 打理还轻松点 没事 我家里有佣人 所以这就说明家里佣人多重要了 对吧 七八十老太太 打扫这么一个房间 做一次卫生 俩月过去了 对吧 好 再回到本文中 本文中再复习一个 在什么什么之后很久 long after after我们说了既是副词 既是借词又是廉词 对吧 那在之前很久 long before before也是既能当借词 也能当廉词 在之后不久 咱们讲过 surely after 咱们再背一遍 在之前不久 surely before 这都是before after 既是借词又是廉词 还有一个副词短语 叫不久之后 surely afterwards 放在一块是个状语 叫不久之后 我们再回到本文中 好 下面继续介绍 before she grew old and Harriet used to entertain lavishly 这个老太太非常好客 这个也好理解 你说这个老公年纪轻轻 可能就去世了 一个人寡居 光寡孤独 老太太对着前夫挺忠诚 一直没结婚 一个人住着养只黑猫 这也太寂寞了 所以经常是大雁宾棚 当然这个grow 就来自于grow 一般过去的事 就变老了 这个哈利特姨妈 used to do used to do 咱们多次说过 叫过去常常 就当初的事 常常大雁宾棚 这个entertain lavishly 这两个词都得好好看一看 首先我们看一下这动词 这多一词 大声再读一遍 entertain 好 什么叫entertain呢 它的意思是 to invite people to eat or drink with you as your guests especially in your home 就是邀请人们呢 跟你作为你的客人 一块吃吃喝喝 尤其是只在你的家里边 也就是在家中 样客 到家里来吃饭来 朋友 亲戚 到家里来招待他们 一边说 I don't entertain very often 我并不是经常的 在家里招待款待宾棚 当然这个词呢 急悟不急悟都可以 如果不急悟 就是款待宾棚验客 如果说招待某人呢 也可以把这个人 做他的编语也行 一边说 Bob and Liz entertained us to dinner last night 就鲍勃和利兹 这很可能是两口子 昨天晚上呢 邀请我们到家里去吃饭去了 这不宴请我们 后面用us做编语 本文中呢 本文中是第一个用法 因为他后面没有加编语 他后面加的是一个副词 叫lavishly 什么意思呢 我们先看他的形式形式 我们大声读一下 注意前面四面 又是梅花音 拉下壳 咧嘴角的这个 大声读一遍 lavish 非常慷慨的 非常大方的 有的人在家里呢 宴请宾客 口口唆唆 对吧 您要不就不请 要请的话呢 就别心疼钱 这就是大方的 那当然我们本文中的答案 就快背下来了 叫 entertain lavishly 大宴宾客 就是在家里都吃好的 你说给人吃 到家里来吃拍黄瓜 这有点让人瞧不起 这叫entertain lavishly 就是非常大方的款待宾客 好 当然我们也看一个例子 你比如说 the Bradfords always entertain lavishly at Christmas the Bradfords 用复数表示是夫妇 两口子 因为老外呢 结婚之后呢 嫁夫随夫姓 就他们咱们不如中国 这么男女这么平等 咱解放以后 就是都是还姓娘就姓 但是老外的一般 嫁夫随夫姓 所以用丈夫那姓的复数 就别人两口子 这两口子 在圣诞节的时候 总是大宴宾客 请了十里八乡的亲朋友 到家里来 好吃好喝 咳劲儿躁 就这种 反文中呢 这老太太就是这个人 就是特别 就家里流水席 家里客人不断 就不停的事 半夜来都好多人就坐那吃 然后呢 后面作者进一步介绍 他说 I often visited the Gables when I was a boy 这个我小的时候 你作者 那个亚历山大 如果真是他的话 他小的时候 那还是多少年前的事 我还是个小男孩的时候呢 就经常的造访 山墙庄园 这个当时呢 作为他的一个小侄子 当然人也 也欢迎 好客嘛 对吧 然后后面再说 No matter how many guests were present The great house was always immaculate 无论呢 家里有多少客人在现场 这个be present present做形容词就在场的 就是我们不说嘛 在家里流水席 多咱到家 家里都有客人 这个吃饭时都得侧过来吃 因为人贴人 甭管家里多人 一般家里人一多呢 就又脏又乱 但是呢 这个大房子 这great 就是前面的huge 同一丝替换 巨大的 大房子的总是呢 一尘不燃 就这么干净 家里用人多嘛 对吧 当然这个immaculate 表示一尘不燃的 特别干净的 这个书面语 咱们可以把它记一记 我们大声读一下 李老师讲过 这个ate呢 只有在动词里边 咱们读成ate 如果是形容词 就是it it就好了 我们大声读一遍 immaculate 再来一遍 immaculate 它可以换成 这个词也很漂亮 大声来一遍 spotless 这个spot 咱们第一课就讲 可以表示点 一个小黑点都没有的 先毫不燃的 就是我们说一尘不燃 very clean and tidy 特别干净 特别整洁的 人家家里甭管多少人 哥 窗明起敬 地下一个黑点都没有 然后他后面进一步描述 怎么个干净法呢 他说了 这句话描写得非常漂亮 这个箱墓地板 像镜子一样在发光 就是说打的蜡 天天擦的正亮 然后被打磨的特别亮 这个银器 被陈列在 发出柔光的玻璃展示棍里边 这玻璃也擦的特别亮 所以看得发光的展示棍 甚至我的当时的 如果这是姑妈的话 就算我姑父吧 甚至我当时就去世 姑父大量收藏的书 就大量的藏书 也是被保存的奇迹般的 一粒灰尘都没有 你按说老太太就不爱看书了 可能收藏了好几千本书 你上面一摸 一粒灰尘都没有 就这么干净 当然这里边一些词汇 咱们先看看 首先这个perquet 英国人多读成perquet 但美国人注意在后面 我们大声再读一遍 perquet 注意这perquet本身 它是个不可数名词 它修饰了一个floor 以后的floor可数 什么意思呢 small flat blocks of wood fitted together in a pattern that covers the floor of a room 就小块的那种木头 用一种花样把它拼接到一块 它是覆盖在一个房间里的地板上 就我们说的香木地板 往往的小碎块拼成一个花这种 这在当初就是有钱人家 现在都是复合地板 它也不是用石木做的 可能也没那么贵了 当初都是纯石木的手工打磨 那当然是有钱人家的 我们当然这个perquet floor 就是整个屋里是一个香木地板 我们说perquet不可数 但floor可数 对吧 我们也看一个图 你比如说 这就是我们常见的一个香木地板 现在很多都是 不是纯石木的就便宜了 但当初没这技术 就石木拼的 有的时候那花盆更加复杂 那就更更昂贵 因为手工费特别贵 对吧 这木头本身也贵 然后这个shone当然来自shine s-h-i-n-e 就是闪光的意思 这个shine 不归做动词 衣冠或者是过去 分词都是shone 反正i换成字母o 中间双元也o 连读成shone 好 like mirror 就像镜子一样 在闪闪发光 还有highly就是高度的polished 这个polished就抛光 就是把它打上蜡之后 让它抛光 这个是什么呢 silver是银气 也叫银餐具 注意这个silver是多一词 它本身当然可以表示银 这种材质 也可以表示银气 尤其是餐具 咱们在二十八课 见过一个词 同一词就是silverware 意思一样 我们分别读一下 silver silverware 咱们当时讲过 silverware本身呢 也是不可数名词 那它的意思是 spoons forks dishes etcetera that are made of silver 这是由银做的一些勺啊 叉子啊 碟子啊 等等等等 就银气 银餐具 在当初可能 这个不锈钢技术 也不是那么发达 用纯银的 这古代的时候 但纯银的东西呢 它有一个不好的地方 什么呢 你割久了以后 它发黑 它会氧化 那怎么办呢 就得不断地用那擦银布啊 再摩擦 打磨 打磨之后呢 又闪闪发光了 所以这种东西啊 它漂亮 但是得经常维护才行 人家家就是 这打磨的很亮的 银餐具 被陈列在什么呢 被陈列在 发出柔光的玻璃展示棍里边 当然这个 首先这个gleaming 这个词咱们先看一看 它来自于 当然我们再看一看 刚才那句子啊 It was my job to polish the silver 就我的工作呢 就是给那些银餐具抛光 就是发黑之后呢 用布把它摸 一遍遍摸 把它擦光 好 下面咱们看那个gleam 这个gleam当动词来用 它的意思是shine softly 就发出柔和的光 这个shine 咱们刚才讲了 就一般过去是那个shone 这个softly发出柔柔的光 并不是很刺眼的那种 像探照灯那样的光 柔和的光 你比如说看例子 He had polished the tabletop until it gleamed 他一直呢 给这桌面在抛光 在打磨呀 可能在上点蜡 一遍一遍的擦 直到呢 这桌面开始发出柔和的光了 咱们在头脑中的想象这画面 还有你像 gleaming windows 发出柔光的玻璃窗 整个玻璃窗擦的鲜尘不染 我们仔细看就发出柔和的光线 这个再比如说 He's gleaming whitey 这个描述的非常形象和传实 怎么样呢 它的发出柔和光的白牙 一嘴小白牙 光线照上去都微微的有点反光了 当然这牙齿不可能跟探照灯一样那么亮 那就成妖怪了 这发出柔光的 本文中发出柔光的什么呢 就是这个glass cabinets glass是玻璃吗 cabinet在这就展示柜 当然也能把这出藏柜 多用途的柜子 我们大声读一下 注意这个前面 字幕A又是发 啊这个音 大声来呗 cabinet 再来一遍 cabinet 好 这是个名词 它表示 piece of furniture with drawers or shelves for storing or displaying things 这么是一件家具 家具不可处 它里边有抽屉 或者有一排一排的架子 它的为了储存 或者为了展示东西来使用 那本文中呢 是把那餐具摆在里边还抛光 让大家看 那就展示柜 出藏柜也用它 好 再回到本文中 然后甚至呢 我这个这个姑父啊 这个collection 不把收藏的意思吗 放在collection book 就藏书嘛 都被保存 key不是保存吗 bcap就被保存 怎么样呢 奇迹般的一尘不然 这个free from 咱们27个讲过 就没有不好的东西 对吧 这个free不是自由 是没有 它后面的dust灰尘 当然是不好的东西 奇迹般的 一点灰尘都没有 这个miraculously 是副词奇迹般的 咱们当然 它来自于形容词 奇迹般的 大声度下 miraculous 这是形容词的 它那意思其实就like a miracle 像一个奇迹一般 这miracle本身就是奇迹 尤其是上帝 制造出一奇迹来 我们大声读一下 miracle 就是like a miracle 奇迹一般的 but a completely unexpected and very lucky 完全出乎意料的 或特别幸运的 奇迹一般的 你比如说 a teenage boy had a miraculous escape from death last night when he fell into the ice cold river 一个十几岁的 小男孩呢 当他掉到了 一个冰冷的 河里的时候 昨天晚上呢 奇迹般的 死里逃生了 一般人 比如小孩 成年人都死了 没事 奇迹般的 当然他 负词形式 接下来就好了 你像 they miraculously survived the plane crash 他们奇迹般的 从这个 坠机事件中 生还了下来 survive 我们讲过 可以当急误动词 来用精力 某事而不死 第九颗 飞猫 咱们讲过 你看一般坠机 全死光 人家没事 像奇迹般 那本文中 就是奇迹般的 一尘不染 一般人很难想 这怎么做到的 后面就解释了 那为什么 一个老太太 住这么大房子 家里就 总是这么一尘不染 我们讲了 And Harriet presided over an invisible army of servants that continuously scrapped cleaned and polished 原来呀 这个哈利特姑妈呢 掌管着一支 看不见的 佣人大军 这不知道有多少人 他们不停地 在擦呀 什么洗呀 在抛光啊 打磨呀 这帮人成天 雇他们就干这 管吃管坑 还开公司 但这里面出现了一个 咱们词汇中讲过的 preside 加over 是掌管的意思 你想 he presided over the company for ten years 他掌管这家公司 已经差不多有十年了 再比如说 some people believe that fates the fates preside over means destiny 有些人呢 相信 the fates 用复述 表示命运三女神 他们掌管着人类的命运 你呢 这个命中注定 得倒霉 那人命中注定 就升官发财 那是命运女神掌握的 掌管 preside over 本文中呢 是掌管这么一个 an invisible army army当然并不是军队 人家也不扛着枪 这army就是一个大军 一大队人 这个意思 这个我们看看他的解释 army这里表示 a large number of people who are doing the same thing or in the same situation 咱们看清了 就是大量的人在一块 他们呢 做同样的事情 或者处在同样的处境之中 本文中呢 就做同样的事 他们都是家里做卫生的 对 当然我们再看几个例子 他经常在后面叫of 什么什么的队伍 什么什么的大军等等 就像 armies of rescue workers are sorting through the rubble 这大队大队的营救工人呢 在这个碎石瓦砾中呢 在搜寻可能在搜救那些被困 被砸在底下的人 可能闹地震了 那么遍地瓦砾 这个robble 咱们在以前那个什么 现代洞穴人那刻书讲过 表示碎石块碎瓦块 在里边呢 在搜寻了一大队大队的 这个营救工人 这是他们在做同样的事 对 处于同一个处境也行 你比如说an army of the unemployed 这是失业大军 但是大军并不是扛着枪打仗的部队 失业大军 他们处在同一个处境之中 这就明白了 本文中呢 就是大队的这个用人 continuously 这它当然是定义从距离的 叫不停的 这个scrub scrub表示用力的擦洗 我们把这动词 跟老师大声读一遍 scrub 再来一遍 scrub 他的意思是 clean something thoroughly by rubbing hard especially with a brush and soap and water 就是彻底的在清洁 某个东西 通过什么呢 通过用力的在摩擦 一遍一遍的擦在蹭 这个rub是摩擦的意思 尤其是用一个刷子 还有肥皂 还有水 用力那么嘎吱嘎吱 彻底的擦洗某个东西 我们就这样也不停的在擦 在清洁 在抛光等等 好 我们再看下面一句话 这句子也比较复杂 咱看屏幕 she always referred to them as the shifting population 这句子的主干结构 它总是呢 咱们回忆起第四课讲过 referred to a as b 咱们讲过无数遍了 把a称之为b 它总是把它们的称之为 叫流动人口 shifting就不停变化的 就要流动人口 为什么呢 dow号for跟刚才一样 依然是起到补充说明原因 为什么呢 for they came and went with such frequency 就是它是如此频繁的 来来去去 就是来了一个人 被辞退了 又招一个 不满意又辞了 就是这个两孔都记不住 名字都记不住 就走了 就辞了 然后又招新人 frequency 就是来自于frequently 那个频繁地 在这是频度 在这当名词来用 这样一个频度 satch跟that搭配 当然satch修饰中心 是名词frequency 对吧 以至于到后边 当然是结果状语从具 以至于怎么样呢 I never even got a chance to learn their names 我甚至都没有机会呢 能够了解到他们的名字 刚想问教神名字 下次来 没了 这人没了 就是被辞掉了 可能又来一新面孔 刚想问教神名字 还没记住 又换人了 就这样一个 当然首先我们第一个先复习 refer to a s b 这是把a称之为b refer to在这时 跟s搭配称之为 我们第四课讲过 他很快复习一遍 把a称为b 还能用call a b 这个中间什么也不加 还能know a s b 这经常用被动 be known as 对吧 他们多次见过 还有address a s b 把a称之为b 这是我们第四课讲过 后面也复习过 那本文中这个shifting population 这个shifting在这表示 always changing or moving 不停的变化的 或者不停在移动之中的 叫shifting 本文中就是在不停变化的 这个人口 好 再回到本文中 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来来去去 以如此的频率 这个frequency 叫频繁或者频率 在这儿呢 当一个不可数名词来用 当然他用名词 做中心词 前面咱们当然用such 如果你用so呢 就如此频繁地 那就换一下呗 咱们看屏幕 是不是可以把它换成 so frequently that 如此频繁地 那so修是副词 当然用so就好了 对吧 但本文中用with such frequency 这笔so frequently 来得更庄重一些 因为我们知道 所有词详中 又是名词 最庄严最正式 这个结构更好一点 我们不能光看 咱们用它造几个句子 你比如说 咱们看这个句子 咱们先看中文 这个说电话铃声 如此频繁地响起 以至于啊 我甚至都没机会睡觉 甚至就even嘛 有机会就get a chance 去睡觉 to sleep呗 电话铃 就是the telephone 电话铃声响起用ring 一般过去是 咱们叫就ring 然后以这么的一个 频繁的程度 以至于 咱们复述一遍 the telephone rang with such frequency that I didn't even get a chance to sleep 你看刚迷糊一会儿 电话来了 刚响睡 又响了 也是这玩意儿 这个with such frequency 是不是相当于 so frequently 对吧 就好了 the frequency 注意前面加 这次问 顺便记住 那么我们不一定 非用frequency 这个名词嘛 咱们换一个 咱们再造一个句子 尝试还是用 such加名词结构 他如此轻松的 通过了考试 以至于老师 怀疑他做了B 平时成绩不好 那么这回考第一呢 那么轻松呢 对吧 怀疑某人做某事 suspect somebody of doing something 做B就是cheat 就好了 对吧 轻松的 咱们如果用副词 是so easily that 如果用名词就是ease 容易的轻松的 前面加什么解释 do something with ease with ease 是轻松的 那我们就造这个句子 他 he passed the exam with such ease 如此轻松 以至于 the teacher suspected him of cheating 好 你看我们这个句子 有更多的 更进一步的变化 咱们也能写 对吧 就如此轻松的 通过考试 以至于老师呢 怀疑他作弊了 我们再写一个 更难一点的句子 因为这个 用such加名词 大家 这个 that从句非常漂亮 咱们再写更长一点 他上楼 如此之艰难 以至于我们还以为 他腿受伤了 一拳一拐的 还以为 咱们以前讲过 32和一艘沉船 讲过 叫be ender the impression that 而且后面 这个搭配 咱们也多次复习过 对吧 上楼就 walk up the stairs 然后呢 如此之困难 咱们如果用 副词 就so difficultly 如果用 名词结构呢 do something with difficulty 对吧 那就好写了 咱们说一遍 他上楼这么简单 咱们用一般过的事 当然 对吧 he walked up the stairs with such difficulty 以至于 that we were under the impression that he had injured his leg 就出来了 对吧 当然你这个上楼 是一般过的事 那腿受伤了 可能是过去的过去 咱们强调 过去完整时 对吧 就过去的过去 就好了 这个 这个 such加名词 再加这个 that总句 这结构 相信大家掌握差不多了 再回到本文中 当然本文中呢 我甚至都没有机会呢 来知道他们的名字 但知道 获悉 用learn 咱们以前可能讲过 大家还记得 learn of learn about 但是把后面的借词 去掉 直接加名语 也就 就是learn of something 大家可能更熟 learn about something 都可以 但我们单独用learn something 也有类似的含义 它不见得是学会了 在这意思都是 to become aware of something by hearing about it from somebody else 就是呢 通过从别人那里 听说了这个事情 获悉了这事情 得知了这个事 你像 i learned of her arrival from a close friend 我从一个 非常亲密的朋友那里 得知了他的到来 知道他来了 这是后面叫of 直接加闭语也行 你比如说 how did they react when they learned news 他们听说了这个消息之后 是怎么反应的呀 你看这个learn 本文中呢 这就是第二个用法嘛 就是得知 或惜 以至我们都 我都没有机会知道 他们叫什么名字 因为来来去去太快 上午还干活 下午就死了 这从这呢 也能看出来 老太太呢 不光是对卫生 要求高 对用人呢 肯定要求也高 要不然谁那么成天折腾 总招聘 对吧 好 再看下一句话 又比较复杂 当然这个 在豆豪之前 就是在倒数第二 这豆豪之前 整个黄颜色的 都是一个大的 让步状语从具 Though my aunt pursued 尽管我的姑妈 pursue是追求 什么呢 后面当然是 what引导的一个 编语从具 做pursue的编语 What was 后面有个插入语 in those days in those days 我们讲过 在当初 在当年 在当初的时候 它的反应搭配 是现如今 these days 用这些 在加days 当然不能加in了 对吧 但当初是 in those days 咱们多次见过 是追求那一种 开明的政策 enlightened 常见形容词 咱们一会会说 叫开明的 这个政策 为什么呢 in that 当然引导 原因壮益从具 因为这个in that 它一般是 不能放在聚首的 注意啊 因为它从不允许 它的家里的仆人们 当然把它换成 domestic staff 这staff在一块工作的 全体人员 它是一群一群属的 在一个家庭里 是那么一群人 所以这个staff 在这用单数 它不是一个一个数的 所以在这用单数 它从不让 它的家里的这些佣人 工作每天超过八个小时 这方面做的不错 不违反劳动法 但怎么样呢 she was extremely difficult to please 它在这方面 不会苛刻的要求 这个用人让他们加班 但是呢 数量不要求 质量的要求 你这家务活干的不好 你擦完之后 上面能看你小黑点 不行 辞了 这个please当 急不动词 不是取悦某人吗 就是他极其难以取悦 这人呢 对什么都不满意 当然首先我们先看看这个 enlightened enlightened 在这表示开明的 我们大声再读一遍 enlightened 什么意思呢 someone with enlightened attitudes has sensible modern views and treats people fairly and kindly 如果形容一个人 有开明的这种态度 是表示这个人 非常的理性 有当代的观点 不陈旧 不过时 并且对待别人呢 是公平 而且和善的 这叫很开明的 不是那种传统啊 守旧的古板的这种 就是我的这个姑妈 尽管生活在旧时代 但是呢 她这观点呢 非常的开明 不会呢 太去压榨这些佣人 一天就八小时 公司召开 是这样 但是呢 她极其难以取悦 还有一个就是家里的佣人 domestic staff 当然我们也看一个例子啊 你像那个enlightened an enlightened policy 一个开明的政策 an enlightened attitude 一个开明的态度 等等的 这是开明的这个词 常见搭配 下面就说那个domestic staff 是表示家里的工作人员 就家庭服务员呗 我们经常有好多形容词 可以修饰这个stab 你像domestic staff 就是家里的佣人 全体工作人员 medical staff 医护人员 就某一所医院的 全体医护人员 nursing staff 全体护士 teaching staff 全体教师 engineering staff 全体工程技术人员 administrative administrative staff 就全体的管理人员 我们知道这个词来着 administration管理那个词吧 administrative 管理的在家人员 注意 在这都是用单数 因为它是一群一群数的 好 我们再回到本文中 本文中就是 在这用单数 他家里一群人用人吗 对吧 从不让他们 这每天工作八个小时 但是他极其难以取悦 she was extremely difficult to please 在这不能够用to be pleased 这个13课咱们讲过 行为词后面的to do 要用主动结构 不用被动 因为在这其实相当于to please her was extremely difficult 要取悦她是很难的 注意不能用to be pleased 这个注意 好 咱们看第一段最后这个大长句 这个逗号之前呢 就是第二行的逗号之前 黄颜色的 当然是让步状益从具 李老师多次说过这个 while 放在巨手 尤其在书面语中 经常把它翻译成 尽管 而不是当某时 你通过逻辑就可以判断 你看本文中明显让步 尽管他总是在批评 人的本性的善变 fickleness 就是善变吗 就是哎呀 人呐 昨天说的好好的 刚教育完 今天你看又那样了 不可靠啊 但怎么样呢 他呢 一直都是在不懈的 这个unrelenting 表示坚持的 持续不停的 这非常坚决的 要去 这个 去寻找 search 后面用for固定搭配 寻找一位理想的仆人 to the end of her days 一直到他去世为止 这个the end of Wednesdays 翻译成叫某人的 这个这个去世 to the end of Wednesdays 就某人一直到去世为止 甚至在什么呢 even after she had been sadly disillusioned by Bessie 甚至在 after 当然引导 十年壮与从具啊 当年次来用啊 他呢 对于他的这位叫 贝西的 这位仆人 大失所望之后 依然孜孜不倦的 执意的要找 理想的仆人 这个在第一段的末尾 坐着在这留下一个伏笔 埋下一个银子 那是贝西 对贝西大失所望 这贝西是谁呢 怎么就大失所望呢 第二段肯定就接着说了 当然首先我们看这个 fickleness是一个生词 它当然来自于形容词 fickle 我们大声读一遍 fickle 它的意思是 often changing 反复无常的 总是在不停的变化的 就多变的 靠不住的 也像 a fickle lover 一个反复无常的爱人 这么一个情人等等 就昨天说爱 今天又打起来了 过两天又好了 后来又打起来 又分手了 这反复无常 再比如说 the fickle finger of fate 这个几个搭配构成一个固定的短语 它押韵呢 你看fickle finger of fate 但是这种押韵叫 all iteration 叫做头韵 或者叫手韵 就单词开头发音一样 什么意思呢 就表示命运的反复无常 就好像命运的 总是来回变化 这个手指 今天往这指 哎 就好运了 明天又往那指 又出车祸了 哎 然后又往这指 医院里好 捡到一万美金 哎 又往那指 一出门 被人抢了 囊死了 你这玩意 命运的反复无常 总变化的手指 叫命运的多传 那命运呢 就是反复无常 那就是 命运变化太快 这个意思 当然它的状态 名词 就用fickleness 反复无常 或者多变 你像 the fickleness of businessmen and politicians 这把商人和政客的 反复无常 多变 对吧 当然不一定指人 指东西也行 你像 the fickleness of the English climate 是什么意思呢 哎 英国气候的多变 这气候成天 这个 这个 变化 中国还晴天 晚上又下雨了 就这个意思 好 当然后面呢 说 she carried on an enri-lighting search 这样的carry on 就是一直做谋事 或者持续做谋事 这个咱们22课就讲过了 他表示 他continued doing pursuing or operating 一直在做呀 在追求啊 在运作 在运转 等等等等 就持续性的 一直在做 你像 we have carried on correspondence for years 我们这么多年来 一直保持通信 双方用书信联络 he carried on his baking business until he retired 他呢 一直呢 在从事 他的这个 这个烤 烤面包 烤饼干 这个生意 做烘烤的这个生意 一直到他退休为止 好 当然我们顺便记住 这个优美的书面 也叫unrelenting 我们大声读一遍 unrelenting 再来一遍 unrelenting 就是不屈不挠的 非常坚决的 百折不挠的 本文中就是一直在 进行一个 不屈不挠的一个 寻找 就寻找那位理想的 这个 这个仆人 甚至 在他对贝西大师所昂之后 这个咱们讲过了 be disillusioned with 或者be disillusioned by 这就表示对某事 某人很失望的意思 前面完全可以加 好多副词限定 像be very disillusioned with 或者by 对什么什么很失望 extremely 极其失望 completely 或者utterly 彻底的失望了 或increasingly 就越来越失望 对吧 或sadly呢 就很伤心的失望 对吧 哎呀 你说我这么信任 你最后你看 你怎么是这样的一个人呢 很伤心痛苦的失望 对吧 我们也看一个例子 比如说 I feel utterly disillusioned by his refusal to take any action 我对他拒绝采取任何行动 怎么样 已经彻底的失望了 这个utterly 就相当于completely 完全地 彻底地 好 那为什么对这个贝西 这个人会又伤心又失望 这贝西又是谁 那是怎么让我的姑妈 这么伤心和失望 咱们一会儿在第二段 再接着说 下面咱们接着看看 这贝西啊 到底是何许人也 第二段第一句话说 Bessie worked for Anne Harriet for three years 这个贝西呢 为哈里特姑妈呢 工作了三年 我们知道 这已经不容易了 第一段交代过 他的这仆人呢 来来去去如此是频繁 连名字都记不住 能干三年 说明已经很满意了 然后呢 下一句话 果然就陈述这现象 咱们看屏幕 During that time 就在那段时间之中 就那三年里呗 She so gained my aunt's confidence That she was put in charge of the domestic staff 她如此获得了 我姑妈的信任 以至于呢 他呢 被安排做了家里的主管 或者叫家里的管家吧 当了这用人的头了 都听他的 这个so跟后面的that 还是构成固定搭配 如此以至于 这个that还是结果状欲从据 我们前面那个so呢 大多数情况下 修饰的是形容词和副词 今天我们在这看到 修饰动词也行 gain不是获得吗 confidence可以表示信心 信念 或者在本文中 就是信任 对吧 以至于他被安排呢 当家里的管家 当然这个 in charge of这个结构 咱们在第一课就讲过 表示管理 be in charge of 管理某些人呢 管理某个部门呢 等等等等 我们在第一课讲过 如果表示有某人来管理呢 叫做be in the charge of somebody 或者如果这个人是个代词 我们就用属格 叫be in one's charge 如果表示某人接管了某个部门呢 叫take charge of 或者加这个部门 或者这个机构 如果把某个机构交给某人管理呢 叫put somebody in charge of 就让某人来管理这帮人 或者这个机构 我们一一看一个例子 比如说 Peter is in charge of the company 彼得管理这个公司 他是公司的头 大伙听他的 我如果倒过来呢 公司做主语呢 the company is in the charge of Peter 加一个定词的 或者用属格叫in his charge 归他来管理 或者皮特接管了呢 Peter will be taking charge of the company next Monday 彼得将在下周一呢 接管这家公司 走马上任了 或者我们说呢 这个他们安排彼得 来管理这个公司 they put Peter in charge of the company 或者用被动 Peter was put in charge of the company 把彼得做主语了 就行了 对吧 那本文中呢 其实正是最后这个用法 的贝希呢 被安排呢 做家里仆人的头 就是管理这一大帮用人大军 为什么偏选他呢 看下一句 And Henry could not find words to praise Pesce's industrially and efficiency 这个哈利特姑妈 简直无法描述啊 这个贝希 他的勤劳 和他的这个高效 就做事勤快 而且呢 效率还特别高 就是姑妈找不到语言 来表扬他 就简直语言无法去 去描述了 就这么好 我们刚好呢 类似的表达 咱们以前见过 比如说我们就复习那几个 西湖美景 简直语言无法描述 我们先用本文中这个表达 就找不到语言来 本文中不是 这个表扬了 是描述 那换成describe呗 是不是可以用 I cannot find words to describe the beauty of the west lake 就西湖的美景 语言无法描述 对吧 还能怎么说来的 咱们以前讲过beyond 这个戒词 我们可以说 the beauty of the west lake is beyond words 或者说is beyond description 就西湖美景 无法描述 太漂亮了 我们还可以用一个书面语 the beauty of the west lake defies description 非常传神的一个动词 叫define define here means make something impossible 使某物成为不可能 在这不是使描述成为不可能 就是无法描述 我们把这动词大声也读一下 define 这个搭配背下来就行了 我们还有一个 用more than的那个结构 还记得吗 the beauty of the west lake is more than words can describe more than 我们在这看 是翻译成 是某人某物 所无法怎么样的 是语言无法描述的 你看多漂亮 表达同一个意思 咱们用四种不同表达 都地道 都漂亮 这样以后咱们写作中 不是左右逢源了吗 本文中呢是简直无法找到语言 来表扬他的勤奋 和他的效率 当然这个勤奋 industrialness 当然来自勤劳的 就是industrious 一定要注意一个同根字 就是工业的 叫industrial 很容易搞混 这个我们分别读一下 先读一下勤劳的 industrious 再读一下工业的 industrial 我们分别看一个例子 比如说 the industrious end 勤劳的蚂蚁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工业革命 对吧 这俩区分开 再回到本文中 那么这个贝西 是究竟怎么个好法呢 我们说 in addition to all her other qualifications 我们说呢 Bessie was an expert cook 除了他其他的那些 本领能力之外呢 贝西还是一个非常专业的厨师 不光呢 做家务好 管理工作做得好 饭还做得好吃 当然据手这个in addition to 是一个重要的复习 in addition to something 翻译成除了什么什么之外 还怎么怎么样 这个替换咱们早就讲过 还可以用besize 除了什么之外 还可以用apart from 或者是aside from 都行 咱们这个apart from 34个讲过 158也17行 除了一柄 看上去很有趣的雕花笔手之外呢 这个窗子 这个箱子里边 还装满了淘气 很多都是碎的 对吧 本文中 这都可以替换 除了他其他那些 qualifications 在这我们讲过 可以表示能力 除了他的其他能力之外 Bessie was an expert expert cook 当然这个cook 在这是表示厨师的意思 那就做饭的人 expert在这当形容词来用 是专家水平的 极其娴熟的 大家可能更熟悉 这个expert当名词 就是专家 在这呢 当形容词 就跟专家一样的呗 我们大声读一下 expert 他的意思就是 showing special skill or knowledge 表现出 非常专门的能力 或者知识的 就熟练的 专家水平的 你像 an expert gardener 一个非常具有专家水平的园丁 这花草试弄得好 an expert driver 一个非常专业的一个司机 老司机 当然呢 我们也可以当表语来用 be expert in 或者be expert at 当表语形式来用 就是某方面 特别的专业 本文中也可以这么说 Bessie was expert in cooking 就贝西呢 在做饭方面 特别专业 也行 后面再进一步说 she acted the role of the perfect servant for three years before Anne Harriet discovered her little weakness 作者说的很有趣 她呢 扮演这个理想的 完美仆人的角色 得三年多 这是烂鱼充数 怎么样呢 这个哈利特姑妈呢 才发现她的小弱点 或者是小缺点 就是掩藏的非常之深 称服很深 当然扮演某个角色 这是咱们22个讲过的 咱们可以用play 或者perform 或者是act 后面可以直接加这个角色 也可以加the role of 或者是the part of 我们讲过名词role或者part 都可以表示角色的意思 对吧 比如说她扮演奥赛罗这个角色 he played Othello 可以直接加这个语语 或者说he performed Othello he acted Othello 或者说加上那个名词段语 he played the role of Othello 本文中呢 就用这个结构嘛 是用的是act the role of 扮演这个角色 既然是扮演一个 完美的仆人的角色 说明她根本不是 她装的 当然这个 这是扮演某一个角色 但千万别忘记 我们还讲过 play a role in play a part in 还有另外一个重要意思 就是在某方面 发挥什么什么的一个作用 什么作用 放在role或者part 前面形容词限定就好了 在未来56颗 咱们会出现 在未来第四颗 出现的更多 就是我们252页第一行 the river which formed the eastern boundary of our farm 形成了我们农场 东部边界的这条河 在我们的生活之中 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注意啊 这是多亿的短语 再回到本文中 说是啊 她扮演这个 理想仆人的角色 三年多 姑妈才发现 她的所谓的小毛病 小缺点 其实这是个大缺点 这个 当然这before呢 如果强调主剧时间 比预料的要长 咱们翻译成 才如何 这个毛病应该 早发现的 早开除了 搁我姑妈的脾气 上午顾的下午就死了 但是三年多 这比预料的要长得多 所以翻译成才 这个翻译方法 咱们早就见过了 18页第六行 看了看表 她看到现在是半夜一点 但是大钟怎么样 敲了13下 才停 应该敲一下 本分钟也是这样 当然这个 little weakness翻译成 它的小的缺点 或者小的弱点 在这儿呢 是一个小缺点 随时用单数 它是可数的 当然这个weakness 它是多一词 如果表示 懦弱软弱 这个抽象的含义 当然是不可数名词 我们大声先读一下 注意前面 week是数数那个 1 ness 后面是暴数 那个2 3 那个大声就变 weakness 它表示懦弱软弱 这个是不可数名词 咱们在小肯尼迪 旧之演说中的听过一遍 复习一下 得了 好 他说 因此让我们双方 重新开始 anew 就是once again 再来一遍 当时的双方 就是美国和前苏联 当时冷战 双方都应牢记 on both sides 就是双方美国苏联 都应牢记 牢记什么呢 civility 就千功千训 并不是懦弱的表现 并且真诚 永远需要验证 be subject to 就是要服从于 要取决于 真诚要取决于证据 就是真诚 永远需要验证 我们双方当时是敌人 让我们双方 绝不要出于恐惧去谈判 但是让我们 绝不要恐惧去谈判 这用了一个回文的修辞 这种修辞 在未来第四次会讲的 我们把这片段 咱们再听一遍 非常漂亮 懦弱的表现 这个懦弱不可数了 对吧 再来一遍 我们看到表示懦弱不可数的 但本文中的表示弱点 这是可数名词 只不过本文中用的是单数 弱点或缺点是可数的 这个表达 咱们早就见过了 26克 咱们复起 126月第四行 对吧 在他们努力说服我们买各种各样的商品的过程之中 广告商们对人性做了仔细的研究 并且把我们那些所有的小的弱点都分类了 所有的 当然我们用复述了 看到了吗 weaknesses 这是用复述的 当然弱点叫weakness 它的反义词 如果优点长处 用strength 这个词就好了 注意中间是先发 再发后笔 strength 叫优点或长处 我们经常说某人的优点和缺点 strengths and weaknesses 连用这两个单词的复述形式就好了 这个我们在当年多年前奥巴马的那个就职演说中 曾经出现过这么一个片段 咱们不妨听过 咱们再复习一遍 我们把这个片段再看一看 for we know 因为我们知道 大家看到两个都是科述名词家 对吧 就是我们的这个打补丁的文化传统 这个heritage 多做比喻译 本来是遗产的意思 这是文化传统 patchwork 就是打补丁 因为美国是个大熔炉 这各个人种 黑人 白人 黄种人 甚至南美洲的红皮肤的人都有 红补丁 白补丁 都打在一块 这是个优点 这不是个弱点 他就列举一下 我们国家里面有基督徒 有穆斯林 有这个犹太教徒徒 有印度教徒 还有没有宗教信仰的人 等等等等 这个两个 大家看到科述名词 一个是优点 一个是缺点 对吧 这片段咱们再听一遍 我们把这个优缺点 这个牢牢记住 文文中呢 三年多才发现贝希的小缺点 什么缺点呢 作者也没有直说 他先跟你讲这个经过 要学习这种吊着读者胃口的写法 咱们看下面一句 这个斗号之前 这个黄颜色当然是时间状语 after当切斯来用 after being absent from the gables for a week be absent from 是离开某地 不在这个地方 在离开山墙庄园 一个星期之后呢 这后面是主句 My aunt unexpectedly returned one afternoon 我的姑妈呢 这出人意料的 就是没有预料到 那个贝希没有做准备 这会露笑了 跟这个有关系 就是有一个下午呢 就回来了 return是返回 然后还怎么样 with a party of guests 还带了一对客人 这个party不是党派 也不是开派对 开聚会 就是一对人 这个咱们讲过 并且暗暗地引出并列去 这个他跟前面这个return的 主句为公司并列 并且instruct somebody to do something 不是命令某人吗 命令贝希去 去做饭去 不是贝希是一个expert cook吗 这么多客人到家呢 当然希望饭菜好吃 自己也有面子 让贝希这个大厨去做饭 但这里面首先 第一个搭配咱们记住 就是be absent from 是不在某个地方 它的反义词 就是那个present p-r-e-s-e-n-t 就在场的 在这不在 就离开了一个星期 然后后面那个party 我们讲过 在这是一队 一群一组人 咱们第八个见过吧 42月15行 唯一的这个冬天的 有规律的访客 就是大队大多队的滑雪者 他们是圣诞节 复活节来着 对吧 一队一队的 带了一队客人 并且instruct命令或者指派 贝希去做饭 做饭就prepare dinner dinner就是正餐 尤其是晚饭 对吧 prepare在这可以换成cook dinner 或者fix dinner 但是fix一般是做一顿便饭 本分钟用fix并不是太合适 fix随便一做就行了 本分钟用prepare或者cook更好 去去去做饭去 但是今天出乎意料 这个用人表现大失水准 为什么呢 咱们看下一句 not only 我们一看not only 后面肯定有配合的词 果然在后面有个but not only but 不但而且 这个but不能翻成但是 得翻成而且 not only放在巨手 后面得倒装 这第五个讲过 not only was the meal 倒装了 well below the usual standard well是颇为加强语气了 这个不光是这个饭的大失水准 usual是平时的通常 standard不标准吗 第十个太太你告诉他 陈沫讲过 不但是这饭大失水准 而且贝希呢 看上去走路都不稳了 这enable是不能够 beenable to do 就不能做模式 steadly 咱们以前不是讲过 steady是稳定的 在这steadly 副词就稳定地 走不稳了 这句话里 首先怎么复习 那个不但而且 这个组合太多了 not only but not only but also not only but 句末加个aswell 或者加to 或者not only 没有那个but 只是在句末加aswell 或to 或只用not only 后面就什么都不加 都可以 都是不但 而且本分钟用的是低种 而且我们说 not only放在巨手 得引起盗装 否定词放在巨手 后面部分盗装 第五个讲过吧 not only had poor men been arrested 这个可怜的人 不但被捕了 而且呢 还被送到监狱 被关起来了 这用的是not only but 加aswell 对吧 好 不光的是这个饭的 颇为低于正常水平 这个well 在这使负词 程度 咱们注意啊 它相当于a lot or to a great degree 很大程度上 颇为或者什么什么的多 就水平比平时水平低的多 他经常跟好多词大费 比如说well before 这个在之前很久 在之后很久 在上面很多 在那高于什么什么很多 低于什么什么很多 在这是非常值得 就是加强运气的 咱们看几个例子 比如说 I don't know how old he is but he looks well over forty 我不知道这人多大岁数 但是他看上去呢 可得四十大几了 不是四十一二 得奔五十了 比四十得多得多了 对吧 再比如说 Pete left the party well before you got here 就是皮特呢 在你来到那里以前很久啊 早就离开这个perty了 早就离开了 你看在什么什么之前很久 再比如说 the castle is well worth the visit 这个城堡怎么样 颇为值得一去 还有这地方真不错 非常值得去看看 这是程度负词加强运气的 本文中呢 是颇为怎么样 颇为低于正常的水平 这个搭配可以顺便把它记住 叫做below standard 后面加不加定管词the都可以 below the standard 或 below standard 高于什么什么水平 用above standard 高于水准 或加不加定管词the 这个都可以 当然我们也看一个例子 你比如说 your work is above standard 您的这个工作做得真不错 比水平 比这个标准要高 但是您的工作呀 低于标准 不达标 就这个意思 好 再回到本文中 这个怎么个站立不稳呢 你看 she bumped into the furniture and kept mumbling about the guests 就是贝西呀 不停地撞到家具上 家具注意不可数 不能用服输 并且不停地呀 那么多人 你看这 讨厌 你让人歇休息不得歇 你带那么多人 反正是不好听的话 咕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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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咕 在这说 当然 首先这个撞到家具上 这可是个多亿的动词端语 这个叫bump into 也可以把它换成run into 都是一样撞到了什么东西上 这个bump 有点你生词的这个味道 就登登 bump 蹦的一声撞上了 你不要说 the car bumped into a big pine 这个汽车撞到一棵大松树上 或者用run into也行 一样的 但注意 它有一个重要的派生意 就是偶遇邂逅某人 咱们在中文中 也有类似的这个派生意 我昨天碰见一个老朋友 昨天碰见 把脑袋碰到墙上 是不是都可以碰 我昨天碰见的谁了 跟这bump into 类似 你比如说 I happened to bump into a friend of mine in the street 我碰巧在大街上 碰到了一个我的朋友 happen to do 咱们第三可以讲 我叫碰巧 碰巧在大街上遇到了一个朋友 好 在本文中确实是撞上 撞到家具上 并且呢 还喃喃自语 小声的咕弄着 这个mumble也是复习 你看到了第三段 也复习比新知识多了 mumble是 say something too quietly or not clearly enough 就非常小声的说 或非常模糊不清的说 所以呢 旁边的人听不清在说什么 就小声的咕弄着 或者喃喃自语 大家记得29课吗 在138月21行 他还在嘚巴着 一些有关医院的事 医院真讨厌 再不去医院 从今生再不进医院门 结果一块病人滑倒了 左腿又说了 这是小声咕弄着 那本分钟就是啊 然后呢 后面再看 这后面出了一个大问题了 咱们看下去 这个前两行 黄颜色的是时间壮与从具 这当然 when she came in 当她进来 with the last course 拿着最后一道菜 这个course可以表示一道菜 是什么呢 两个破诊号中间 一个插入于 a huge pudding 一个大的布丁 就是一个大的甜点线 这个怎么样呢 后面主句是 she tripped on the carpet 她在地毯上绊了一跤 这个地毯还真是一个health hazard 这个健康隐患 搞不好呢 就容易会摔跟头 这个trip 在家借字on 有的时候trip 可以换到over都行 那就绊了一跤 并且呢 the pudding went flying through the air 这个布丁呢 因为它一摔倒 整个把这个菜 整个给扔出去了 后面这个go 后面叫flying 这flying非位动词 当方式撞语 怎么过去 飞野四地 从空中穿过去 然后呢 后面紧跟着 narrowly missed my end 这当然还是这个并列的微欲动词 它的主意还是这布丁啊 勉强躲过了 我的姑妈 幸亏没扔到姑妈头顶上 从脸旁边 过去了 这姑妈还没反应过来呢 and crashed on the dining table 并且叭唧 就掉到餐桌上了 并且with considerable force force力量 力量特别大的 因为这布丁个儿也大 你想给这么多这个人吃的布丁 至少得有四五金尘 叭唧 啪 这碟子完也菜了 整棍一片狼藉 这出了个大事故 当然咱们先看看 什么叫pudding 就是这种大田点线 你看本文中就类似 弄一个大平底锅 拖着这么大一个大田点线 这从空中 再揉过去一两罐一斤 这扔到桌子上 光击这一下 你就想象当时的一片狼藉 好 当然还有一个就是 在某个东西上绊了一跤 可以用trip on 也可以用trip over 我们还可以把动词trip 换成stumble 这个是可以替换的 就在某个东西上绊倒了 你就说 he tripped over a rock 他在一块大石段上绊一根头 over可以换成on trip换成stumble 好 并且这个布丁的飞野四地 穿过了空中 这个飞野四的 flying当方式壮语来用 也复习啊 你看34个12行出现过 桌叶板凳 飞野四地落到了拱壤街上 这个flying不也是 非被动词当壮语吗 就飞一般的 本文中飞一般的穿过空中 勉强躲过了 narrowly miss在复习 你看又复习了 五十页第十一行 泰特尼克号这边 转的刚刚好及时 勉强躲过了 这巨大的冰墙 勉强躲过了 对吧 本文中是勉强 擦着我这姑妈的耳朵 噓 过去了 crash 本身可以表示 飞机坠毁 你像光机这下 猛的跌落到了餐桌之上 并且considerable相当大的 富士力量 以非常大的力道 光 掉到餐桌上了 当然这客人一看就笑了 这好好添个乐 反正也不是我们家东西 Though this caused great mirth among the guests and Harriet was horrified 尽管在客人之间 引起了一片欢笑 大家笑得不行了 但是哈里特姑妈 却被吓坏了 这怎么回事 你怎么搞的 这horrify不是又惊又恐吗 咱们第十个泰特尼克尔沉默讲过 对吧 这里有一个生词 是个书面语 我们看的fml一点 表示formal 就正式的书面语 我们大声读一下 mirth 大写的字母又表示 incountable 不可以数 它表示happiness and laughter 欢声笑语 欢笑 就这个意思 你像我看一个例子 her body began to shake with mirth 它的这个躯体 开始因为笑啊 在颤抖 笑得怎么样 笑得花枝乱颤的 很形象 对吧 再比说 that caused considerable mercy among pupils 你看这个本文中 大概非常类似了 这在学生之间 引起了一片哄笑 considerable不是大量的吗 类似本文中这个great 本文中只不过不是学生之间 是在客人之间 引起了一片哄笑 但是哈利特这个姑妈呢 被吓坏了 这怎么搞的 怎么回事 然后呢 看下一句 she reluctantly came to the conclusion that Bessie was drunk reluctantly是勉强的 不情愿的 她不情愿的得出这个结论 后面做conclusion 同意什么结论 就贝西喝醉了 这酒喝多了 但得出结论 用come to a conclusion 本文中这个结论 反正a换成the就好了 当然come to 也可以换成draw a conclusion arrive at a conclusion 或者干从其无动词reach reach a conclusion 得出结论 但是我们说过 conclusion除了表示结论 再复习 还可以表示结束 使某物结束 怎么说来的 bring something to a conclusion 使某事结束 不是使得出结论 对吧 复习166月的第一句话 36月第一句话 36课第一句话 在十九世纪 小说家总是这样 来结束他的故事 就给读者提供 一系列的巧合 大家还记得 对吧 本文中 根据搭配 当然是得出结论 就贝西酒喝多了 这个咱们看下一句 这句话又比较复杂 当然这个句子是由第三行中间 这个end引导两个并列句 第一个句子先说 the guest had of course realized this 就是这客人们 当然早就意识到这一点了 realize是意识到吗 发生这个事是过去 意识到的事 发生在他之前 所以用过去完成式 当然后面加时间状语 在什么时候呢 from the moment 从这个时刻 什么时刻 后面又是引导了 when 引导的定义从具 省略的关系复杂 就是这个时刻 就贝西呢 刚给他们开门的时候 客人们其实早就看出来了 没好意思说 好 满面通红 满嘴酒气 并且end引出那句 long before the final catastrophe 在这最后的一个特大灾难 之前很久 就怎么样呢 依然是过去 反正是had had 他的这个主语 不还是客人们吗 对吧 因为这两个病的 就主语一样 所以后半句中 主语就没了 还是客人们 这个第一个had 是住动词 第二个had 是十一动词 还是过去反正是 就非常困难的 忍住不笑 这个已经非常艰难了 就半天就想笑 不好意思 在别人家 笑话人家 管家不好意思的 费了半天劲 这回出这事以后 大家终于忍不住 哄堂大笑了 当然这里边有一个词 咱们见过 就是catastrophe 特大灾难 咱们三十三刻 见过 电话铃响了 这件浴室的 一系列 未曾预料到的 大灾难的序幕 对吧 还有呢 做某事很困难 咱们四十三刻 讲过 have a difficult time doing something 或者have a hard time doing something 做某事有难度 本文中是做哪个事呢 就努力要忍住不笑 已经很困难了 都快忍不住了 到这儿呢 终于笑出来了 下面说 the poor girl was dismissed instantly poor是可怜的 不是穷的 这个可怜的女孩呢 be dismissed 就是解雇吗 instantly 就是immediately 立刻当场就被解雇了 这个姑妈在解雇人方面 是非常在行的 来 然后呢 后面说 咱们下一句话又比较复杂 逗号之前 这个带下号线的地方 当然是时间状 after上借此来用 在她离开之后 departure是离开吗 咱们见过 对吧 然后呢 哈利特姑妈发现了 这是当然是剧的主剧 后面从net开始到剧目 避易从剧呀 发现什么呢 这有大堆大堆的空酒瓶子 这个pile就一堆 什么酒瓶子 这后置定语 of all shapes and sizes 这个结构 我们在26颗见过 就各种形状 各种尺寸的酒瓶子 大瓶的 小瓶的 方瓶的 圆瓶的 对吧 被整整齐齐的落在 什么里面呢 就是原来当时曾经是 被吸的衣橱里面 打开 一落一落的 还整整齐齐 落在衣橱里面 就说明偷喝了多少瓶酒了 这三年喝了真不少 这个world 表示衣橱衣柜的意思 这里面有个复习 就是各种形状 各种尺寸的 something of all shapes and sizes 各种形状 各种尺寸的某个东西 咱们复习26颗 126页的第14行 在before long 过了不久之后 各种形状 各种尺寸的饼干 陆陆续续 到达了工厂 对吧 我们还讲过各种各样的 叫something of all kinds 不能说全部种类的 各种各样的 咱们复习47颗 你看 各种各样的车辆 尤其是大型的 集中箱卡车 咱们讲过 对吧 好 好 再回到本文中 最后一句说 They had mysteriously found a way there from the wine cellar 他们神秘兮兮的 从酒窖里边 就到了被吸的那衣橱里面去了 作者说的很幽默 就是说的偷酒喝嘛 这个当然不能说酒瓶子 发现了他们的路 这是到达 这个咱们讲过 如果是人做主语 找到了去某地的路 这个没错 但是事物做主语的话 本文中酒瓶子 得翻译成到达 咱们15课就讲过了 其中呢 又多次复习过 对吧 70页第八行 Very few of the 50-pence pieces and pound coins I have given him 非常少的 我给他的那些 50面试的硬币 和硬币的硬币怎么样 have found the way there 能够最终到存钱罐那里 对吧 到达 好 本文中作者 通过一个有趣的小故事 一直吊着读者的胃口 我们读起来也是兴致盎然 也是很好笑的一个小故事 但是其中 蕴藏的英语知识 却非常的丰富 希望大家一定仔细复习 牢牢掌握 49个跟李老师就学到这